本期话题 男性得了性疾病有什么症状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男性的性疾病应该我们就叫性传播疾病 那性传播疾病 像我们有广义的性传播疾病 和狭义的性传播疾病 比如广义的 像我们乙肝啊 像其他一些很多 通过密切的性接触 那么都是可以传播的 那么狭义的 我们经常讲的 那就说是我们 仅仅是在密切的性接触的情况下 才会罹患的疾病 那比如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说尿道炎 那尿道炎我们分为 这个灵命性尿道炎和非灵命性尿道炎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我们在生殖器皮肤上表现的 比如像这个尖锐石油 像生殖器泡载 那么的话呢 这个时候来说呢 我们会有这个比较相应的 比如像我们尖锐石油呢 就会出现这个皮肤的损害 像刺状的生殖器泡疹 那么的话 我们就是生殖器 起水泡 那么还有来说呢 我们可能伴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 比如像我们以前常有的 比如像眉毒 眉毒呢 它表现 比如说在一期的时候 它主要我们叫硬下肝 比如在阴静生殖器 出现这个生殖器溃疹 溃疹 既然像火伤口一样 但是我摸住它这个周围 是硬结的 对吧 比如腹股垢 淋巴结 还会增大 那么当然来说呢 有些就是还有全身性的皮质 全身性皮质 当然眉毒再发展 可能还有什么 心脏的眉毒 神经的眉毒 那所有的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 全身性的一个表现 那么还有来说呢 那么的话我们有些 还有我们比较严重的 比如咱们艾滋 艾滋在早期是没有太多表现 那么艾滋主要我们叫 免疫缺陷性病毒 那么它表现为 全身免疫力下降 比如像这个乏力呀 泥热呀 包括说容易感冒呀 那么的话呢 它这样的也是 所以说当我们有了不节的 密切的性接触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及时到医院里面 进行就诊 那让医生帮你进行筛查 那么还有进行必要的检查 如果说我们罹患 万一罹患疾病的话 要及时合理的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